我的车就在旁边 我亲自送姚先生回家 妞妞 走吧 许班长 来 请 队长 你看谁来了 老许啊 终于把你给判来了 欧阳队长 咱们俩大半年没见面了 没想到的临江 还能看你这个战斗英雄了 队长 刚才莱伯同志已经跟我说了 只要你有需要 我们全力地配合 好 太感谢了 你的人呢 这十来个人进城了 太危险了 他们分散在城里的各个地方 只要咱们定了任务 我们马上去召集他们 好 我需要有人帮我运点东西 什么东西啊 物资 物资 对 我想把这批物资呢 在日本人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 把它运出临江城 看来你已经有计划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让你的人多准备一些麻包袋 麻包 对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地方 正好这地方存放了很多日本人的物资 我们到时候给他来个头梁换柱 吊宝 好主意 我现在就去召集他们 老许 性子还是那么紧 你先跟莱宝去看一个地方 摸清情况 再一起行动 好 是 徐班长 请 走 老公布团有什么问题吗 只要现在 疑似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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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度的运送人命が完璧化 我会查得到 我试试 自身保险 相信他 疑似无疑 有所管的 疑似乔 特别是八条道路 当然 户竟然是有差 知道了 那还只有几次的船 他做到了 通知 通知 他 他 你也不能出席 是 好的 好的 您等我消息 好 好的 再见 叔 您看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带什么 这么多啊 哪那么有本事 弄这么多仙大洋啊 您看现在不是乱吗 这指得不好使了 要我说靠得住啊 还得是这想当当的大洋 真金白银才靠得住啊 你看你这话说的啊 我的天哪 你行啊 德成 你现在不简单了 一次能搞那么多仙大洋 全给我的 是啊 这全是孝敬您的 您看 您这要是给伯母拿回去 他肯定得高兴了 他也高兴 您不比皇上待遇好啊 还有 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 那您说 我不是一个指润不报的人哪 好好好 德成 叔没白疼你啊 放心 叔不会亏待你的 这给您 叔 这个 这是我孝敬您的 您要收我的孝敬您就全收 要么您这不是让我的效应 大的折扣吗 德成啊 你现在真的是长大了呀 越来越懂事了 好 那叔 就不客气了 好 齐队长 阿金叔 您走错门了吧 阿金叔 这俗话说得好 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前几天是 我嘉兴一时昏了头做错了事 您大人有大量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今天来赔不是来了 赔不是 是 你今儿个没带赖皮来啊 您别提赖皮那小子 你提起他来 我气都不打一处来 您说要不是他胡说八道 我能在这府上 做这见不得人的事吗 不过不要紧 我已经把那赖皮装进大牢了 我让他知道知道 这胡说八道的下场 今天来呢 我也是跟您说一声 您就别生气了 笑笑气 反正都知道一下 既然是来赔礼 我得问一下老爷 你齐队长的礼 我们是受得起 还是受不起 别别别别 阿金叔 千万别通知老爷 我只见红玉小姐一面就行了 陪个不是马上就走 就一面 抱歉 齐队长 我们小姐说了 不论谁来陪礼 一律不见 别呀 阿金叔 就见一面 这里 好嘞 好嘞 你不论来哪里 不论来 点儿梵 哼 哼 老公 老公 齐政 这可怎么办呢 日本人怎么看得那么紧呢 我原本以为甩开齐家庆 就能离开岭江 没想到日本人 对咱们看得这么紧 咱们的意图已经完全暴露了 要想再离开岭江 就难比登天 难道我们真的 只能留在岭江了 不留在岭江 又能怎么办呢 说说你那儿的情况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观察 姚启正这个人 作息时间非常地规律 基本上是上班 去仓库 查研物资 三点一线 就这么简单 但是今天在火车站我却发现 他正要带着家人出门的时候 被日本人给抓起来送回家了 被日本人送回家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在想啊 会不会日本人想把他软禁起来 霸占他的资产 就算日本人要霸占他的资产 那也没有必要把他软禁起来啊 我觉得 他一定是有什么把柄 抓在日本人手里呢 这只能证明一点 就是日本人觉得他还有利用的价值 你哪儿的情况呢 宋伯伯那边一切都很正常 不过最近有一件事情比较奇怪 他被请到了县兵司令部 而且是很秘密的 知道原因吗 这个我还不知道 我不可能盯得太紧 对 是不能盯得太紧 欧阳 我最近在跟一些 以前跟我外公关系比较好的 大商户们联系 我想从他们那边 多了解一些情况 好 这个想法非常好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把伤害出卖我们的人 查出来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还得去照顾红玉呢 好 路上小心 慢慢来 没事 不要紧 这电台都坏了 你这一天到晚这么忙 忙什么呢 我在查出卖我们的人 真的啊 那你查出什么了吗 现在还没有 不过我相信他躲不了多久 回来了 伤好点了吗 好多了 码头那边怎么样了 情况比较好 明天天黑之前 君该能挖通了 太好了 你们这儿没什么事吧 天黑前 齐家兴来过 齐家兴 他来干什么 说是给红玉赔罪的 结果阿金叔没让他进来 碰玉鼻子灰走了 红玉 这个罪 你还真得让齐家兴给你赔 为什么呀 我告诉你吧 明天我们就要在老亚口那儿 有所行动 而且老亚口那边 全都是齐家兴的人在助手 这样的话太危险了 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给拖住 好 我知道了 我想想 天黑他们也要搬物资吗 这可不确定 但是如果不拖住他的话 就太危险了 好 好 这 齐政 怎么样 您就没事吧 我刚哄她吃了一点东西 已经睡下了 现在外面又是日本人 又是警察的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你就知道问我怎么办 那我又问谁去啊 当初是你伤害了二弟 现在要得罪着这些警察和日本人 所以我们才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齐政 要不我们去找二弟 求他原谅我们 他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 这肯定不行 你又不是不知道二弟的脾气 要是被他知道是我出卖了他 他能轻饶得了我吗 再说了 现在怎么被日本人看得这么紧 要是咱们去着二弟 再被日本人给盯上了 这不然不得嫩死咱们呢 我看 咱们还是想不下的办法吧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我们又被他们监视着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好了好了 你别烦我了 你把牛牛看好就行了 这些日子现在别出门了 等我想好了办法再说 好了好了 赶紧睡觉去 这边 快 去吧 去吧 许牌长 他们走了 你可真撑出气啊 还说发信咱们了 哪声诈呼咱们哪 真有你的 走 好 走 何朝 在这儿干什么呢 各位 你的去哪儿了 快 归天太军和局长都找你呢 赶你呢 司令 局长 有什么大事这么着急着啊 这么晚着急过来 当然有重要的事 黄军对这件事特别地重视 你没看 归天司令 亲自到咱们警察局来了 就等你了 归天司令 请指示 齐队长 司令 他已经被叫为副队长了 我现在已经被局长 叫为副队长了 队长和副队长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只要好好地为黄军卖命 将来还会有机会飞荒腾他的 是 根据渡边少佐的计划 我们已经安全地将货物 运到了老鸭口仓库 为了库区的安全 本来特意增派了陆地和水面的巡逻部队 日夜巡逻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将老鸭口的货物安全地运送出去 齐队长 在 从明天开始 你在仓库待命 只要黄军的运输船一到 立即装火 明白吗 明白 马队长 在 是 从明天开始 你配合黄军的巡逻人物 只要发现可疑人物 立刻枪军 不必叛长 是 老鸭口的事情 就全拜托二位了 哥哥 这老鸭口不是有黄军吗 怎么又拜托咱哥俩了呢 德成啊 这事你还听不明白吗 以后老鸭口仓库如果出了事 这责任 咱俩负 是 怎么样 队长 徐班长已知道老鸭口的地形了 他为你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他要召集同志们 这两天 苏军也观察到这个情况 日本人的物资 这两天就会转到老鸭口 这样吧 你告诉徐班长 事不宜迟 今天晚上就行动 好 去吧 弟兄们 大家都看见了 太君昨天亲自来到这里 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他是对我们无比的信任 我们真的不能辜负日本人 对我们的期望 对吧 从今天开始 大家就不要回家了 我们要不分白天周夜的 守在老鸭口仓库待命 直到这个任务的完成 我们要回家 这家想的事是局长该管的 这家想的事是局长该管的 何况现在我是副队长 就更不清楚了 马队长啊 这家想的事是不是该问问你啊 行了 刚才我的话大家都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 好 一会儿去做准备 我们马上出发老鸭口 好 解散 各位 你这不给我出乎难题了吗 再说了 家想这事我也不知道啊 更何况我也没钱呢 行了 谁怪你要钱了 你和刘诗坤那点事儿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在办公室里分钱来着 没有 你真误会了 别解释了 越抹越黑 我没让你要钱 我的意思是 刘诗坤的手指头只要松一松 弟兄们的想不全有了 好 喂 我是马队长 帮我找一下嘉兴 洪玉啊 你的 洪玉 我是嘉兴 昨天我是特意去给你们赔罪的 可是 可是阿金说的 好了好了好了 你先别说了 你先听我说 今天晚上 我要在太白楼请你吃饭 你来不来 今天 今天在太白楼吃饭 可 可我真的走不开 我有功干在身啊 你不来是吧 你可想好了啊 这是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啊 再见 洪玉 喂 洪玉 洪玉约我 这事还挺麻烦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怎么了 你是不打算答应洪玉 说什么呢 我巴不得有这种机会呢 可归天司令命令 我们二十四小时在这待命 我要去了 这出什么事咱们还要不要命啊 不是 什么事这么巧呢 偏偏这个时候你走了就出事了 不是 再说了 这分明是宋洪玉给你一次赔补物日的机会 你要是抓不住 我看以后也就没机会了 那你这意思是我去 各位 我可没意思 这是你的事啊 你看着办吧 来 莫远 怎么了 我想好了 我想好了 想好了 我去 你确定想好了 确定 那就这么定了啊 晚上见 不见不散 兄弟们 人都齐了没有 齐了 好 出发 小弟都有 小左转 做啥啊 哥啊 什么事啊 来 来 有个事你得替我一下 哥哎 就凭咱俩这关系 你说饭我能替 活我也能替 就连娶媳妇我也能替你办了 可是裴不是这事我怎么替 别什么废话了 娶媳妇能让你替吗 我不就跟你开个玩笑吗 不是让你替我赔罪去 那什么事啊 老亚口那边还有咱们十几个兄弟 我要是不去的话 日本人就会以为我们不在 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就是让我给他们派点活呗 你越来越聪明了啊 放心 这不是事啊 我绝对不让他们闲着 去吧 走了 出发 他们走 我有点漏肚子 可能这两年吃得不好 好 我跟你说 发的钱 好开的 这就是 我两碗的 这顿包子 你怎么会闹着呢 不会闹着呢 秘密他娘一个个个在这儿干嘛呢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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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让你们在这儿养老呢 这执行什么任务这是 我告诉你们啊 这也就是我看见了 这要是黄军 你们齐副队长看见了 有你们好瞧的 是 是 队长 嗯 齐副队长没来吗 齐副队长啊 他妈病了 那什么 我给你们说啊 齐副队长一会儿他就回来 他不在 你们也给我都精神点 好好的把任务给我执行好了 听见没有 是 是 嗯 那咱们现在怎么能 什么怎么能啊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 把这边的麻袋给我搬到那边的 听见没有 嗯 是 队长 那 那然后呢 然后再把那边的麻袋 再给我搬到这边来啊 啊 啊 什么呀 我说不好使啊 哦 是是 来 给我一个个的精神点 哎 是 是 队长慢走 起来吧个儿几个 干着吧 啊 那是这边吧 来 来 给我上 快点快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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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敢问是大厅还是包间啊 曲队长没到吗 到了 到了到了 您请 我早就来了 楼上包间都订好了 我都给你点了最好吃的菜了 好 队长 他们在干什么呢 别管他们了 事实我该行动了 通知许班长配合我们行动 行 要不队长你先回去吧 免得其他心起疑心 好 你们行动完了以后 通知我一声 老地方见 好 留医家门口 好 来 你怎么穿那个新郎裙似的啊 这不是来见你吗 我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搁了 你约我吃饭 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呀 怎么了 只要你吃饭还必须有事啊 不是 我紧张 上菜吧 云芬 肃君 你们在这儿守着 许班长 咱们下 是 他们这馆子的大厨 做的菜特别好吃 我给你点了一个炒菜 鸡尾虾跟南瓜饼 嗯 给你点菜 这你爱吃你鸡尾虾 从这边 慢着 这桌上怎么没酒啊 下去吧 是 洪玥 我记得你以前不喝酒啊 我以前不喝不代表我现在不喝啊 我常在这儿 啊 我怕你都知道 你让我还在这儿 我还在这儿 我没酒量 你还在这儿 你都要拿着 我管吗 你还在这儿 来 快点 来 走 红玉 今天晚上我有公务在身 我真不能喝酒 一会儿我还得去老阿口餐库呢 黄军在那儿等着我 我还有任务呢 来 吃这个 好 我看出来了 黄军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要比我高度不高 别别别别 不是 哪能这样啊 不就是喝酒吗 喝 那个上一斤那个花雕 好嘞 来喽 这你以前不喝酒呀 隐蔽隐蔽 说吧 这个罪你想怎么赔啊 听你的 你说怎么赔就怎么赔 行吗 好 那咱们今天 就拿酒说话 您看行吧 从小你就知道我能喝 不就是酒吗 太简单了 来 来 给你加一个你最爱吃的南瓜饼 这酒完了 这杯酒我就是润润嗓子 四伐三个 行吗 红月 这三杯酒喝完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得轟了 我来 习斑上 在哪儿 要来 握我 你得吗 有点 小心点 行动 去 去 以前我去嘉兴做过什么 说过什么 你大人有大量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别往心里去 行了 行了 喝酒也别喝太急 一会儿菜凉了 别光喝酒 来 你看 你看 今天是我向你赔罪 怎么你还给我加菜 我这心里该过意不去了 既然你心里过意不去的话 那咱们还是拿酒说话 行不行 但是这回呢 我陪你喝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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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发现你变了 你还是以前那个孙红玉吗 怎么变啊 你有豪气 有魄力 你是女中豪杰一点不为过 整个临江城都找不出第二个 就冲你这个豪气 我得再来三杯 我得再来 好 请 小心 躲躲快 你 下去 都下去吧 快 红玉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问吗 你别忘了 我们两个从小是一起长大的 其实那天晚上我就看出来了 那个受了奸伤的人就是你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再怀疑我啊 质问我吗 不是 我哪敢质疑你呀 我是关心你 你受伤了我关心你呀 关心我呀 行 满足一下你的关心 那天呢 我爸让我去公司找欧阳 结果在我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哪个瞎脸的王八蛋 就冲我开了一枪 事情就这么简单 他们那也是例行公事 怎么抓康人分子就跟你碰上了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 是不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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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您起了吗 起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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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受伤这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所以请你放心 你说呀 你可以告诉所有的人呀 我又不是犯了什么法啊 你看你说说你就急 那个欧 欧阳呢 怎么了 找他有事啊 找他有什么事啊 咱不说好了吗 今天我请你吃饭 就你跟我 来吧 就你跟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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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快 小心 鬼子来了 快躺进来 走 快点 大海 小鬼子往许本长那个方向去了 是吗 我看看 那怎么办 要不开枪引开他们 你终掉 还小鬼子往去 你终掉 快走 走 怎么样 追了 走 两位稍等 你的意思是结账过吗 不好意思 请问二位谁来结 屋里那边 走 开门 开门 你坐一会儿 徐班长 你带弟兄们先撤 我们去走远 好 咱们先撤 走 走 走 开门 哥几个 听我的 齐队长没来之前 咱们先哥这儿躲着 要是出去了 再把这丁小命打上 那可烦不着 等等 等等 书局 怎么了 你把炸弹给我 你们先去增援 我得把地道炸了 你小心点啊 好 去吧 走 快 小心啊 徐班长他们已经安全撤离了 咱们坚持住 好 你到哪里开枪的 不让我 我就知道那边有枪上 枪上 你在这儿待着 跟我走 是的 快走啊 快走啊 快走 你干嘛 你刚才朝天开的呀 谁看见我朝天开的呀 队长 你别闹我 队长 你别闹我 没有 没有 快 我 transitions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月 stock 快 快 我告诉你啊 你把人家打死了 人家早晚过来打死你 明白吗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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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们日本干活 你的娘们放冲一点 是 是 明白不明白 明白明白 明白不明白 明白明白 停车吧 吧 啊 好 Options 好 我的语估